近日,泰国政府及教育部官员前往曼谷市某中学进行了为期半天的教育环境基础建设落实情况的检查 力保政府的教育投资得到落实,保证每个学生都有良好的教育环境 在受检查的中学内,教育部与政府官员随即检查了学生的外语能力,还参观了学生的用餐环境 教育部官员参观完后表示,2015年是检验泰国近年来教育改革成果的一年 基础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三年来对管辖下的1896所学校和73所教育机构进行了改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管是学生的阅读环境、影视环境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走 但这依然不能解决泰国教育薄弱的问题 因此,下一步还要让学校、教师和学生都能够使用现代科技来提升学习能力和思维 相信随着年底AEC的成立,教育会首当其冲受到极大的影响 希望届时的泰国教育能够得到跨越性的改革 东木卫视MGTV记者雷生鹏、黄永瑞,泰国曼谷报道